推薦了醫院 有一個90多歲的母親 長期病患 家中也有個院照片 吃飯、餐廳都要幫助 突然說在一個院請 我送到醫院,他沒有綁下他之前的想法 急症悉醫生當然插了喉,急救完後便被拉燒 見到家人便跟夫妻醫生聊天 好像有點堅疑 主要爭論點就是,我知道我媽媽的生活質素很差 我亦知道,就算救回他,他也是睡前來 大小便都是失禁的,但我不可以讓他死得目不明不白 如是者,這個爭論應該維持了一兩天 最後病人都離開了,病房醫生當然有用於強心藥,呼吸器 但其實我回看,他浪費了一些,就是我自己的想法 浪費了一些,真是,和家人做的時刻 好了,我們可以,譬如說,可以用一些輔助 在呼吸器,拔出來等我去說話 可以見到家人,就算不是醒了,都可以 起碼不用那麼多疑問 所謂盡量的責任,就是搶救的病人 有時搶救都是屬口的病人 所以我覺得問題是,兩百多年到責任的責任 但這個分歧,我覺得現在已經有分歧 嗯